HELLO 大家好,我是元祺 大家現在應該都已經知道 iPad 除了拿來追劇上網之外 還可以畫出非常厲害的插畫 以及做出動畫 那現在甚至呢 用 iPad 來剪影片也變得非常方便了喔 今天的這支影片呢 我就要來測試一下 iPad 的三個剪輯軟體 第一個是蘋果內建的 iMovie 第二個呢 是大家應該都耳熟能詳的威力導演 第三個呢 則是我已經使用一陣子的 Luma Fusion 那我要來測試一下 這三個軟體分別可以把影片剪到什麼樣的程度 是不是可以使用他們完整的剪出一支 YouTube 影片呢 那在這之前呢 我已經先用電腦的 Premiere 準備了一個片段 在這個片段裡面呢 我使用到了平常在剪影片時常用到的一些功能 像是最基本的把兩個片段拼在一起加上音樂 另外還有像是轉場效果 調整顏色調整音量大小 以及更進階一點的加入子母畫面 關鍵影格綠幕還有錄音的功能等等 那接下來我就要來測試一下 我是不是能用 iPad 的這三個剪輯軟體 還原出這一個影片的片段出來 那就讓我們一起開始吧 在等待下載這段時間呢 我來說明一下這三個 App 的價格 iMovie 的話它是免費的 然後是 Apple 內建的 就是你 iPad 一買來打開的時候 裡面就會有 iMovie 那它因為是設計給更大眾使用 所以介面比較直觀 但也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一些比較進階的特效或功能 就做不太出來 再來威力導演的話 App Store 這邊看它雖然是免費 但下載來之後它其實也是需要付費的 它的功能看起來是非常的完整 就是可以媲美電腦裡面的專業剪輯軟體 那最後 Luma Fusion 的話 它是一次買斷的 990 元 那它也是一個功能非常完整 可以媲美電腦剪輯軟體的 App 我自己平常用 iPad 在剪影片的時候 主要也是使用 Luma Fusion 點進來 iMovie 的介面 下面這裡會有開始新計畫按 然後這邊有三種 第一個是魔幻影片 第二個是故事畫版 第三個是影片 你看一下魔幻影片 它這邊會直接叫你選擇媒體 那我就選擇之前做過的影片 製作魔幻影片 那它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把你這幾個片段接在一起 然後它會有一些內建的轉場效果 可以做選擇 然後有一些版型的設計 以及有音樂 然後可以打一些文字 那再來下一個呢 故事畫版這個功能 這個我在試用的時候 覺得它還蠻厲害的 我來選一個 跟我影片類型比較像 應該是 DIY 這個 那它一樣有一些樣式 可以給你做選擇 那這個功能呢 就是它在左邊這裡 會跟你說 你現在應該要放入什麼樣的片段 例如最一開始要放個標題 然後再來叫你拍一個中景鏡頭 就是拍你自己講話 然後再來有一個遠景鏡頭 就拍一下你的工作環境 它就是幫你都把這些片段的順序排好了 你只要按照它給的這個步驟 一個一個把影片拍好放進來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架構很完整的影片 就是按照它的引導製作出一個完整的影片 再來呢我們就進到今天主要要測試的影片功能 它這邊寫使用iMovie時間列重頭製作影片 點進來然後一樣是先匯入你要使用的片段 那這邊也可以先選擇你要匯入多長 好製作影片 那這邊可以調整畫面尺寸 可以把它放大或縮小 第一個呢我們先來把它分割 可以發現在iMovie裡面 你是看不到就是這些片段每一個有多長 就你只能在最後面看到影片的總長 這邊的話長度就不知道有多長 在播放的時候也都沒有秒數 再分割第二段呢來測試一下調色 調色的部分iMovie就是只能用一些它內建的這些濾鏡 然後可以調整強度 來測試一下速度的功能 最快的話就是只有到兩倍速 那如果以我平常就是錄一些畫圖縮時來說 兩倍速有點不太夠 那最慢的話到1% 那這裡就先讓它變成兩倍速 然後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兩個軌道呢 它不能直接這樣子把你的影片拖到別的軌道去 那如果要加上另外一個影片在上面的話 要按加然後再匯入 點了三個點點 這裡就有幾個選擇 那我這邊選分割螢幕 這裡可以調整螢幕分割你是要左右還是上下這樣子 然後一樣可以調整畫布大小 但它就沒有數字可以給你選要放大或縮小幾倍 只能用手指頭控制 它可以加入轉場的功能 特效 那我用到現在呢 我會覺得iMovie在就是你拖移這些片段的時候 它的對齊不是很好對齊 就它不會有一個磁吸 然後讓你片頭片尾的地方去對齊 這個有點難用 好那最後一段呢我們來試一下綠幕 這邊剛才就有看到有一個綠色藍色螢幕功能 放進來然後等它一下 這裡可以設定綠幕的強度 還有這個是遮罩的功能 可以像這樣遮住 只是說它為什麼就沒有讓我調整這個尺寸跟位置的選項了呢 好像真的沒有耶 那你綠幕放進來就是一開始要設定好你要的影像位置 在綠幕的哪個位置 好最後一個是放入一張PNG圖 這邊要選子母畫面 它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它變成一個正方形 然後左右都不見了 我不知道怎麼讓我的logo整個完整的跑出來 換一張圖試試看 這個也是去背的圖 子母畫面 這張比較小張就可以放大 但縮小就只能這樣 畫面測試就到這邊 那iMovie的話它沒有關鍵影格的功能 就是我沒有辦法讓這個圖檔 從左邊移動到右邊這樣子移動 那如果我真的要讓它移動的話 可能就是要複製它 然後在下一格的位置移動一下 好的那再來就是測試一下聲音的部分 先加入音訊 它可以放入你的iCloud裡面的檔案 然後也可以分割 分割 音量這邊呢有淡化 那選了淡化之後 可以拖以這個三角形的位置 來設定它要淡化的範圍 所以聲音變強變弱OK 那再來是不是可以再加入下一個音軌呢 加音訊 可以 它錄音的功能 我已經看到它這邊有一個錄音了 可以按一下錄音 好 像這樣子就剪完了 我今天需要的這支影片 那來總結一下今天iMovie的使用型的 我覺得它的一些基本功能都蠻OK的 就是像分割啊 然後把影片拼在一起 加入聲音 加入錄音 然後加入一些字母畫面 綠幕這些都有 只是說如果你是比較專業的影像創作者的話 可能會覺得它這些調整功能 都有點自視化 沒有辦法做出很多自己想要做的樣式 但我覺得對於新手或是一般的大眾來說 它真的可以滿足大部分剪輯的需求了 而且它又是免費的 只要你買iPad裡面一定會有iMovie 所以還不錯 然後另外我自己覺得很棒的 其實是故事畫版的這個功能 也是非常適合新手跟大眾使用 那這應該也就是iMovie它原本設定的使用對象 打開威力導演之後 它就會進到第一個首頁的畫面 那這邊它有一些教學 然後有一些熱門的功能 你可以試用看看 那我在看威力導演介紹的時候 它就主打可以使用非常多素材 像是Shutterstock裡面的素材 就是你只要有買它的方案 你就可以直接免費使用這些素材 那我覺得看起來是還不錯 這邊按一下新增專案 那它這邊就可以選擇你要的影片尺寸 就是常見的橫式直視 然後IG的1比1 4比5這些都有 那我今天要剪的是9比16直視的影片 這邊先選擇要匯入的影片檔 好它就只能整個段加入 沒有辦法說你先截取一小段 那像這樣子就是你可以看得到 你現在編輯的影片它的時間到哪邊 大部分的剪輯軟體都會有時間軸的顯示 第一個分割沒有問題 再分割這一段我們來把它調色 它這裡可以調整的選項就比較多 你可以很自訂你想要的效果 好然後也有濾鏡 總之它下面這邊有很多東西可以調整啦 甚至還有像是視訊穩定器 然後容附工具等等 下一個呢測試一下速度 調整速度在這裡 最快可以調到8倍 3秒就跑完 好8倍真的非常的快 那我一樣先設定個2倍就好 然後我想要直接拖移影片到第二個軌道 直接這樣拖移就可以了 然後我覺得威力導演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其他的軟體啊 軌道這邊通常越上面的軌道 就是在畫面裡面它會是越上面 有點像塗層的概念 但是在威力導演裡面它反而是 越下面然後數字越大的軌道 它會在越上面 再來要把這兩個畫面變成 上下分割的兩個畫面 我先調整下面這個 像這樣才看得到 這裡有一個遮罩的選項 然後選矩形 然後就可以直接這樣子 把上下切掉 移動的話 直接按上面這裡移動就可以了 下面這個 可以往上移 好這樣就有上下兩個畫面了 那再來呢我要加入綠幕的影片 綠幕的功能在哪裡呢 這裡色度去背 然後選擇這個綠色 這邊可以調整範圍強度 好 它這個就是移動影像位置跟放大所小的 手勢這些就是還蠻直覺的 再來再加一個我的Logo 那它的關鍵影格功能在這裡 這個按下去 那你移到關鍵影格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紅色的 那這邊你可以去移動它的位置 這邊再加 然後把它移過來右邊 我放它就會直接這樣子跑過去 從第一個影格的位置移動到最後一個影格的位置 那目前影像畫面編輯的部分 我都有把我想要做的 做出來 再來就是聲音了 好音樂 這邊就是它有內建 你可以直接從Shutterstock上面 下載你要的音樂 來試試看 好剛才少試到一個轉場 轉場就是在這裡按下去 那它有很多內建的轉場效果 我覺得它真的也是內建效果算很多的一個軟體 那轉場動畫的話 看起來就是只有上面這邊可以做動畫 下面這裡它就沒有轉場動畫的選項 不知道是不是我還沒找到它的功能在哪裡 那如果你很熟悉威力導演 然後知道它的功能的話 也可以幫我補充一下是 它真的沒有辦法這樣做轉場呢 還是就是我還不夠熟悉 所以沒找到這個功能 好但是上面基本第一個軌刀的片段 要做這些轉場都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有很多內建的效果可以選擇 再來聲音的部分 那你還給它分割一下 分割 然後音量 這邊就有彈入彈出 那它彈入彈出之後呢 沒辦法用眼睛看的方式去辨識出 哪些音軌有沒有做過什麼效果 可能要點進去看 然後這裡有一個點點的才是有做過效果 那它的音軌的就是聲音顯示這種就是比較不明確啦 然後剛才有做彈出 但是它這邊聲音沒有慢慢變小聲 是一個小小的缺點 再來我要加入錄音 這裡配音藏在有點裡面的地方 然後按一下 你可以選擇要錄在哪裡 確定 OK儲存 然後因為音樂太大聲了會聽不到 所以音樂我把它調小聲一點 這樣就聽得到我拍手的聲音 OK 那威力導演也測試完了 基本上它可以幾乎就是還原 我用Premiere剪出來的影片 唯一的差異就是在加入第二個軌道的這個畫面 這個轉場沒有重現出來 那其他都用完整的重現我覺得非常的棒 那輸出的地方呢 它可以選擇不同的解析度 或是你可以直接分享到Instagram YouTube等等 輸出 完成 最後一個要測試的就是這個LumaFusion 第一次下載它打開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的介面其實跟Premiere非常的像 所以如果原本已經有習慣在用電腦剪輯軟體的人 打開LumaFusion應該會覺得非常的親切 跟剛才前面兩個比起來 它有一個地方就是它是全英文介面 那在建立新專案的時候 它底下的這些預設呢 就是它會用你第一個丟進來的影片格式 去設定影片的尺寸 跟一些細節的設定 這也是跟Premiere非常的像 按加加 然後左上角就是你的資料庫 可以選擇你要輸入的東西 然後可以在這邊先找到你要擷取的片段 再把它放進來 那再來我們先把它做第一個分割 第二個分割 那在LumaFusion裡面呢 它要調整就是片段的任何設定 都是把它點兩下進來 然後在底下這裡 這裡是一些像是尺寸之類的設定 然後速度 然後一些特效 然後聲音 然後還有顏色的設定 在下面這裡 那它很多都是用這種小圖式去做表示 但這樣子可以在它的這個 iPad的畫面裡面 塞入非常多的功能 但就真的一開始使用的時候要找一下 就是要點下去它的文字才會跑出來 所以要點看看 那這邊可以調整你的影像大小尺寸位置 也是可以直接拖移 點兩下就會回復 這邊我們要來調整的是顏色 顏色在這邊 那它一樣是有非常多的參數可以做調整 下一段呢我們要把它做成字母畫面 按一下 也是直接拖移就可以跑到另外一個軌道 那它這個軌道的順序就跟 其他的剪輯軟體的邏輯比較像 在軌道院上面的影片呢 它就是在畫面比較上面一點 還是點兩下進來 可以設定它的位置 或是直接調整這裡 這邊也有遮罩可以直接調整 最後來加入一下綠木的素材 再把它拖過來 綠木在這邊 那點下去之後呢 這邊也是可以去洗 你的綠木的顏色 然後做一些調整 等位置沒有問題 再來是加入我的Logo 關鍵影格藏在這裡 它真的很小 就是我之前在使用的時候 也找不到它在哪裡 然後後來是特別去找一下教學 才知道它在這邊 有了關鍵影格之後 就可以像這樣子去移動你的圖案 那它就會自己跑過去了 最後是轉場的這個效果 按這邊加 然後有一個轉場 上面這層也可以有一個 然後這邊可以去設定它轉場的時間 好 那在影像的部分呢 目前LumaFusion 是把我Premier裡面有使用到的功能 完全還原了 再來就是聲音 配入音樂 也可以連接你的iCloud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在iCloud上面整理 你所有要放的素材 直接拖過來 那畫面那裡不要聲音 我就直接把它關掉 調整音量大小 淡入淡出也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錄音的部分 在這裡 錄音 對 OK 目前的話LumaFusion就是把我Premier剪的那個影片 所有東西都還原出來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當初會選擇使用LumaFusion 因為它的剪輯界面跟電腦的剪輯軟體很像 所以很適合原本就有在剪影片的人來使用 會覺得界面真的非常的熟悉 那小缺點啊就是真的這些功能的圖示 不是很好找 就是要花點時間去找一下 或是真的要先看一下別人的教學 比較知道每一個功能在哪裡 那輸出的地方它也是有非常多的選擇 除了影像的尺寸之外也可以去設定 就是很多其他我目前都還沒用到的功能 那如果你真的是需要編輯一些非常細緻的影片 可以考慮用LumaFusion 最後來總結一下今天這三個我會推薦給什麼樣的人使用 首先iMovie的話就是非常推薦給平常沒有在剪影片 或是經驗比較少 或是你要是做非常簡單的小短片的人使用 那它是免費的嘛 就是任何人有iPad的人裡面就有iMovie 就是一定可以拿它來做剪輯 再來第二個威力導演呢 我會推薦給你有在長期剪影片需求的人 或是你很頻繁的要剪影片因為它是月費的嘛 月費這種東西你就會覺得啊這個月有花到這個錢 但是沒有用到這個軟體就會覺得好像有點可惜有點浪費 那因為它有內建很大量的素材庫 所以無論是新手或是原本就有在剪影片的人 都可以用它加速你剪影片的效率 那最後一個LumaFusion呢我就是推薦給原本就有習慣在用電腦剪輯軟體的人 就是使用起來沒有什麼陣痛期真的很快速的就可以上手 然後找到介面所需要的功能 以上就是今天的iPad剪輯APP評測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哪一個軟體是你覺得比較適合你的創作方式的呢 那趕快打開你的iPad下載這個APP下來剪影片創作一些內容吧 我們下次見 掰掰